大家好,我是白樊 哎呀,这起床了 这个是昨晚的诺言地啊 一个非常非常破烂的这个飞机房 它这个房顶啊都会落雨的,说明这个 这个房顶啊已经非常的不安全了 所以我一直担心这个会塌呀 按下这个顶啊都是黑的 然后这个地方那个雨雪都一直呢 渗透下来了,这里都是湿的了 昨天一直下雨啊,下了一天啊 我找了一天的录影地 都没有发现什么好地方 后来在棉山找到了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面很脏的 那现在我要把这个行李赶紧收拾一下 赶紧走了,赶紧走到太危险了 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东西啊已经全部收拾好了 因为这个路啊,我感觉特别不好走 不怕扎摊,所以呢我只能把这个扛上去了 这个地方确实也太烂了 感觉随时会塌呀 这个边上有那个 人民伯伯爬了很多菜啊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口井 哇,这个井口好深啊 今天还是一样的会下雨啊 所以我又穿了昨天的衣服啊 昨天的裤子 就是万一下雨了也不怕 淋湿了就淋湿了 我走在这个路上 突然之间心中就响起了一首歌啊 这首歌啊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就是心里面还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样一首歌啊 我现在唱一下 因为不唱,等一下它就消失了 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路上回头望望 却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我一个人孤单的流浪 只为了心中的梦想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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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 这个是先进突然之间 就想到了真要一个乱七八糟的 所以就把它唱出来了 刚好符合我的心境啊 不是他开车的吗 开车开走了一件 山东的 他也是四岁了 他开车四岁了 他开车四岁了 请问你贵心啊 我姓陆 陆 陆 陆大哥 陆大哥他走了 骑得老快了 哎,我去这水 哎,水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前骑了 我到前面还得帮人买个东西 是吗 我到前面得帮人买个东西 跟人约好了 那里有事那里先走吧 行 不,你可以骑快一点 可以骑快一点 可以骑快一点 能赶上我 我昨天都是个100公里的 我还行 我这个房子还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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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牛肉松队 去哪里 去垃圾 不是不是,我到前面一个县里面帮我一个朋友带点东西 我以为你准备去西藏 没有没有没有 我先往厦门那边骑 先往厦门那边骑 去西藏吗 再看再看 到西藏里面去西藏 没到就算 哦,去西藏 那我现在来 好了好了 拜拜 这个兄弟他跟我一起聊天 啊 他跟我一起聊天了 他从这边不是吧 对,他有事 然后就走了 不是,他兄弟又碰上了 陆大哥 等你好久了 那我们就 在这里是真的告别了 啊 慢点 下午3点 又下雨了 现在我来到了福建城的灰安县 哇,这个雨还不朽啊 挺大的 到底你说什么 你哪里人啊 哦,我是湖南的 湖南 你回来到这边来啊 对啊 我去搭车骑过来的 有这个来啊 对啊 哈哈 湖南只来到这边来啊 对 我记得很远了 记得一千多公里了 那我记得这个行 工具一下 啊 你住来行工具 住哪里是吧 嗯 我住啊 我带了招棚 我带了那个招棚 晚上去那个招棚里面 哦 湖南做了个这边来啊 我做了很多地方了 啊 去一下哪里去一下 世界就是有招棚的 有招棚 去那个招棚里面 这个有一个 这个招棚啊 对 对了 招棚 你要不要坐来这边干嘛 呃 旅游啊 玩 旅游啊 对 工资有一点点 哈哈 对对 还有工资的 你来几天哪里告 啊 这几天 几 几天了 嗯 十多天了 八个月了 你坐在这边拜哥哥了 我记得不是啊 就是我今天再来 我今天高到 哈哈 这个回去啊 啊 是什么 没听懂 这个不回回无来呢 啊 暂时不回不回啊 以后回现在不回 以后拿来那住在哪里啊 我我老里都会住啊 所以现在一个扫地啊 也都对我们感兴趣啊 哈哈 继续赶路啊 哎 现在那个雨下小了 没那么大了 真的是太爽了 现在我来到了惠安县的南北大道 这个大道呀 是南北方向的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直啊 一眼望不到边 他没有弯路的 而且我急行的方向 刚好是一个下坡 这个路啊这么宽 所以其实呢非常的爽呀 你给你我有钱了 有钱了 有没有工资是吧 有一点点 有啊 这个公园里面啊 工资啊 有工资啊 有工资啊 对对对 一点点啊 对了 但是这个里面可以打帐篷睡觉吗 对吧啊 会不会打个帐篷 打个帐篷在里面睡觉 可不可以睡觉啊 可以吗 可以啊 这里面有没有保安 有保安 保安 你给你赶保安 我那就不要睡了 有保安就不能睡知道吗 上一次也是有保安 后来他那个保安把我们赶走了 爸爸他就把我请睡觉啊 很凉哦 什么 很凉我请睡觉啊 他不说吗 没有的 那我还是害怕 这个没睡觉呢 这个担当 这个担当 不敢睡不敢睡 但是那个保安他又赶我的 这个吃完 人这里面吧 这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桶挖得很凉 这垃圾桶挖得很凉 这垃圾桶挖得很凉 人在那个里面睡啊 那里面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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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好 把这个破坏卫生啊 人这里面干嘛 这垃圾桶挖得很凉 这个垃圾桶挖得很凉 这个垃圾桶挖得很凉 这个垃圾桶挖得很快的了 嗯 那没事 那我去那个前面人吧 我把他带走 我把他带走 因为七万再看了 我把他带走 我把他带走 这也不好 这也不好 哈哈 我去那个前面人 去那个前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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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桶挖得很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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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扔吗 不可以 那你不用啥 哈哈 原来是这些怎么样 留着垃圾桶 是我那个里面扔的啊 哦 你塞话听不懂啊 啊 我塞话你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 听不懂啊 听不懂 你这个是那个闽拿话是吧 这个公开这个啊 这个画得快要了 哦 这是不要的就把它扔了 要的话就留下来 哦 这样子 哈哈 这个大姐太有意思了 不过她说的话 我很多都听不懂啊 只能去猜测 她说那个垃圾啊 不能扔到那个里面 她说 啊 因为不能回收啊 只有回收的 才扔到那个里面去 现在是下午 快五点钟了 然后我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正在街市中啊 是没有人走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打算 到这个里面 露营 先看一下这个环境啊 这个有点像那个 地铁的出口啊 再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好像是一条这个路啊 嗯 七鬼八鬼都拐下去了 这里面空中当的 现在的过肯定是没人走 因为 这里还没有开通呢 哦 他这一个是 黑一村 马路的这一边 走到那一边呢 是一个通道 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一条路吧 哦 这里没有了 是个死胡同 这个死胡同里面 是那个露营的最佳地点 这个地方 又防风 又没人打扰 主要是看里面干不干净呢 好像有点不为什么不够没事 我的话就在这里 论言打算很难 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啊 可以啊 这份防御 又没有人打扰 好了 可以进去了 还好找到一个露营地啊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今天就惨了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水子 在这里经过的 所以我呢 还是选择啊 在这个过道里面 把帐了 这个过道的话 就不影响别人了 但一天 又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露营地啊 不过怎么样 找到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吧 那